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主 也特别谢谢弟兄姐妹在后面为我们祷告 也谢谢弟兄姐妹在爱里面的带导 勉励和关心 感谢主 我们在上一周的时候我们都转阴了 昨天郭奥格就在信息里面我们就说 他问我怎么样 我就都转阴了 他说病毒要从阳转阴 但是我们的信息要从阴转阳 感谢主 好 那我们来看一处圣经 使徒行传的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七节 其实这处经文是非常熟悉的 因为咱们周五查经的时候就查到了这一段 好 那我们一起来读 来 预备起 那时 门徒增多 有说西伯来话的犹太人 向西伯来人发怨言 因为在天天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 十二使徒叫众门徒来 对他们说 我们偏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 原是不合一的 所以 弟兄们 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 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 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 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 大众都喜悦这话 就拣选了斯蒂凡 乃是带有信心被圣灵充满的人 又拣选了菲利 波罗 哥罗 尼加罗 提门 巴米拿 并进犹太教的安提阿人 尼哥拉 叫他们站在使徒面前 使徒祷告了 就按手在他们头上 神的道信望起来 在耶路撒冷的树木加征的甚多 也有许多祭食信徒信了这道 感谢主 那我们在看使徒行传的时候 我们特别的感恩 当五旬节的圣灵降临 充满他的儿女的时候 在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 这一般人的生命就有一个更新 就有一个翻转 这个更新翻转是什么呢 是一个向上的 是一个向外的 是一个让基督得荣耀 以基督为核心的 他们所到之处为主作坚证 说你们定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 怎样复活了 换句话说 他们在整个的一个耶路撒冷 被圣灵所充满的时候 就在各处为耶稣基督 做十二复活的见证 换句话说 每一位神的儿女 都是耶稣十二复活的见证人 Amen 我们都是耶稣基督 十二复活的见证人 什么是耶稣十二复活的见证人 耶稣十二复活的见证人 就是对世界 就是对世人 就是对身边的人说 我的主活着 虽然我前面有难处 但是我的主活着 虽然我落在伤心的里边 我的主活着 虽然我又落在聚丧的里边 我的主活着 因做主活着 这一帮人 就能够怎样 在信心盼望勇敢得胜的里边 能够往前 以至于基督 在这群软弱的人身上 来得到能力 弟兄姐妹 你今天不要以为你软弱 若是你真的觉得 在基督里边你是软弱的 你若依靠神 神的能力 就借着你我这样的软弱的人 而被彰显 基督得到荣耀 借着我们 谁能够为主做见证呢 凭我们自己不能 但是凭着住在你里边的圣灵 就如同保罗所说的 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 我凡事都能做 Amen 当初期的教会 就在这样的一个恩典当中 持续地往前的时候 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说 他们的这种见证 他们的这种侍奉 其实不是一帆风顺的 从五旬节 彼得的第一篇讲道开始 教会有复兴 门头有增加 罪人有悔改 但是呢 逼迫这样 也伴随了他们 公会的人恐吓他们 禁止他们 不可以讲什么呢 不可以讲耶稣基督复活的道理 你可以讲耶稣 但不能讲耶稣复活 但是若耶稣没有复活 弟兄姐妹 我们所信的都是突然的 若耶稣没有复活 耶稣只不过是历史上 众伪人当中的一个 他若不能够胜过罪和死亡 他怎么能够把生命赐给我们 他怎么能够把赦罪的恩典 赐给我们 所以你看仇敌的诡计啊 就是那样的 就是刁砖 可以讲耶稣 但不能讲耶稣复活 今天我们也是一样 多到时候 我们在给别人传福音的时候 你不讲耶稣 大家是好朋友 你讲耶稣 我就不想跟你接下去 谈下去了 其实不是对方多么厌恶你 或者说是不认你这个朋友 其实还是在罪的里边 在撒旦的诠释里边 人这样呢 在没有认识主之前的时候 就是天然的抗拒 抗拒什么呢 抗拒神 所以 到了死的凶乱第六章的时候 你会发现 仇敌不但是从外在上 利用工会 利用当时的西律 利用当时的罗马政府 来逼迫这一群基督徒 但是 我看到 在死的凶乱里边 他们每一次遭遇逼迫的时候 都是他们每一次的突破 都是他们每一次的得胜 都是他们每一次的往前 都是他们每一次生命的长进 这就是什么呢 这就是复活的生命 保罗说 我被打倒了 却不至于死亡 我被围困了 这样呢 却不至于失望 这个生命是活的 一个活的生命 它怎样 可能有慢 可能有快 只要它是活的生命 这个生命怎样 就能够突破 那个限制 突破那个压制 突破那个捆绑 像我这个年龄段的时候 我不知道 我们学语文课的时候 有 我记得有一个课文 叫做 种子的力 就是讲到那个种子 非常有力度 你把那个种子 放在那个泥土的里边 让它生长发芽的时候 它能把那个人 头盖骨这样呢 都能够这样 撑开 就那个头盖骨 就是用机械都很难分开的 它用那个种子的力这样 就把大家能够分开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种子是有生命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不要看你渺小 你不要看你软弱 在你的里边有复活的生命 Amen 来告诉旁边人说 你里边有复活的生命 Amen 那当我们 这个复活的生命 得以彰显的时候 你知道吗 弟兄姐妹 那就是基督荣耀 见证的发表 那就是基督荣耀 见证借着我们这样 给彰显出来 所以你会看到 仇敌虽然从外在上 捆绑他们 压制他们 恐吓他们 限制他们 但是怎样呢 他们就越法地得胜 神就越法地得荣耀 这一招对教会来讲 外在的逼迫 不但是初期的教会 就连教会历史当中 如果你去看的时候 往往外在的逼迫 并不能使教会打垮 反而实施 教会有一个字的飞跃 咱们中国的教会 就是一个例子 十年文革当中的时候 全国各地 所有的聚会 所有的教堂 通通关门 用一个人的话来讲 他说基督教 在中国进入历史博物馆 但是文革结束之后 世界上增长最快 就是中国的教会 外在的逼迫 外在的难处 外在的一些的困境 弟兄姐妹 不能够限制你的生命 因为你里边的生命 是一个复活的生命 是一个不被限制的生命 Amen 但是你知道吗 仇敌还有另外一招 他从外在上 不能够打垮你 他要从内部这样来 来分化你 所以当你看 《使徒行传》第六章的时候 圣经一开始 就是说那时门徒争多 有说西伯来话的犹太人 向西伯来人发怨言 因为他们在天天供给上 忽略了他们的什么 寡妇 说西伯来话的犹太人 和说希腊话的犹太人 因为在当时的时候 有一部分人 就是是移居在犹太地 耶路撒冷之外的 一些的犹太人 就像保罗 他是罗马的犹太人 包括后边圣经里面说 简选的那几个知识 其实也是 就是住在耶路撒冷之外的 说希腊话的犹太人 那么这些人呢 就在耶路撒冷的教会的时候 一起敬拜神 随着教会一起增长 但是呢 当教会到了一个地步的时候 各样的事工 各样的服饰 就会出现不足的地方 出现不够的地方 出现忽略的地方 其中有一件事情 就是说希腊话的寡妇 他们在生活的供给上 似乎是被忽略了 或者是被漫带了 或者是说什么呢 让他们觉得自己这样 被就是遗忘了 那因着这些事情 那仇敌就会在其中怎样 使这个教会 很快就会分成两派 一派是说希腊话的 一派是说希伯来话的 同样是基督徒 同样是爱主的 同样是在复兴里边的 你知道吗 仇敌就在这里 就给他们每一个人 就贴了一个身份 你是说希伯来话的 我也是说希伯来话的 咱们都是一样的 他们是说希腊话的 你也是说希腊话的 你们是一起的 就在教会当中 就是砌了一堵墙 那这堵墙就把这个群体 这样一分为二 弟兄姐妹 当你看到知识内容 在生活上的忽略 其实没有我们所想象的 那么简单 而是仇敌在背后 这样把整个一个群体 就一分为二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是我们要在教会当中 特别特别留意的 特别特别警醒的 一点小事 仇敌就会制造这种 这样这种纷争在里边 这些人并不是说 来到教会当中 我要争权力 我要怎么怎么样 不是 而是这样 仇敌就会这些事情 挑动我们的肉体 来煽动我们的血气 使我们进入到一个 就是神所不喜悦的 一个光景当中 所以让我们看到 就是教会 教会里边 为什么会出现怨言 那往往这个怨言 那出现最多的 就是一个这样 觉得被忽略 觉得被忽略 当你觉得被忽略的时候 觉得被冷略的时候 弟兄姐妹 我们都有过这样的经历 或者你参加一个聚会 或者是参加一个教会的聚会 朋友的聚会 或者是亲人的聚会 或者是你在公司里边开会 或者是你在某一个团队的当中 一旦你觉得自己被忽略的时候 弟兄姐妹 在这个时候你要注意了 你有两种反应 第一种反应是什么呢 往后远离 保持一个距离 这个就叫做嫌隙 这个就叫做 和这个群体就砌了一堵墙 还有一种是什么呢 能够怎样呢 在爱的里边 不任由自己的这种感觉往前 能够在信心里面告诉自己 我要去突破 当你觉得被忽略的时候 弟兄姐妹 其实不见得你是被忽略的 当人的感觉 虽然不一定是个事实 但感觉是真实的 比如说 我今天一看到李毅 我看到李毅我就很开心 我看到他也可以不开心 其实我开心不开心 不关乎他 是我的一个决定 我的一个感受 我开心 他 还是一样 我不开心 他还是一样 其实有时刻 我们在一个群体当中 往往那种被忽略的感觉 就是仇敌 隔离你的开始 求主来帮助我们 那另外呢 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说 这些人抱怨说 他说他们在天天供给人 忽略了他们的寡妇 除了他们有这种感觉 我想可能也是一个事实 这个事实是什么呢 当耶路撒冷的教会 那样的复兴 如果你从圣经里面去看 五旬节圣灵降临那一天的事故 马克罗里面有120人 当彼得的第一篇讲到的事故 就有三千人悔改 后面记载着五千人悔改 在圣经当中 你还会看到 他们天天在家里 在店里这样 拨饼纪念主 神将得救的人说 天天加给他们 那时耶路撒冷的教会 有多少人 我们就算字面的好了 三千五千 再加上前面的一百二十 再加上圣经里面说 保罗见证说 耶稣从斯利复活的时候 有五百位弟兄见过 这加起来差不多就这样 九千人 还不算富人孩子 当这个上万人的教会 在其中的时候 有一些人被忽略 我想也有可能 因为教会的 就是这个度量 随着就是事工的增长 换句话说 还没有跟上 在成长当中 其实我们教会也是一样 如果你在教会久了 你会发现很多的一些忽略的一些事情 事工上的 或者是人的软弱上的 或者说是一些的其他 一定会有的 但这种忽略 其实并不是 弟兄姐妹和使徒们的本意 这是在成长过程当中的一个必然 或者说是一个经历 当看到这些的时候 你可以用积极的眼光 你可以用消极的眼光 积极的眼光 就提醒我们说 我们在成长 消极的眼光说 哦 我被忽略 我不被重视 那好 我就给你保持距离 那这个就落在一个什么 仇敌的网络的里边 弟兄姐妹 当我们觉得被忽略的时候 往往我们会感觉到不公 往往我们会 就是眼睛就盯住 那个被忽略的事 就是你觉得受伤了 你就会盯住这件事情 就是眼目会注重 注目那个苦情 注目那个不舒服的感觉 注目那个让你觉得 被冷润的那个感觉 当你落在其中的时候 弟兄姐妹 你很容易这样 就会听信一些的 谄媚的话 因为在你的心 在你的灵里边 你会特别留意的 我举个例子再去讲 我看到李毅的时候 我就说 李毅 怎么今天对我这个态度 有点 不像从前 那么热情 而正好前面弟兄 也有这种感觉 一句 张弟兄 李毅不但是对你 我觉得今天对我也是这样 我们两个就一排即合 李毅果然是这样的人 笑笑说李毅不是啊 他们很开心今天 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吗 就说 有时过我们怎样 当我们注目一些的 关注一些 我们里边的感觉 我们里边的一些苦情 我们里边的一些委屈 我们里边的一些不公 我们里边的一些不爽的时候 弟兄姐妹 但凡有关乎这样的信息 很容易被我们所接受 有一个神的普通人说 他说当你落在 抱怨的里边的时候 当你落在 发牢骚的里边的时候 你是在批评那位 叫万事互相效力的神 我觉得这个提醒 是蛮严重的 因为你抱怨是眼前的难处 但是你忽略了一点 神是叫万事互相效力的神 他能够将眼前的难处 成为你生命的祝福 亲爱的弟兄姐妹 如果我们信主久 我们都有过这样的经历 你有没有围络 你的母一件经历 阿满怨神 但是事后的时候 你在身边就要悔感神 我为什么当初那样埋怨呢 结果不是上我所想象的那样 那这个就是什么呢 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提醒 弟兄姐妹 当我们落在埋怨里边的时候 你会越埋怨 你就会这样 越法地被埋怨所埋住 就像那个沙子一样 你越埋怨 你那个埋怨呢 就像一个锁链一样 把你越发地捆住 你越喋喋不休地埋怨 那个埋怨就像一个巨石一样 把你压住 使你这些呢 该有的快乐没有了 该有的平安没有了 该有的和睦的关系这样 没有了 所以弟兄姐妹 埋怨就像那个病毒一样 会传染的 老公埋怨老婆 老婆埋怨老公 那当在这种埋怨的过程当中 孩子一定会被埋怨 孩子也会加入到这种埋怨的里边 那全家人就会落在一个埋怨的里边 这些并不见得 马上会把我们带入到一个极大的困境 但是会让我们失去很多 该有的祝福和喜乐 圣经当中有很多关乎埋怨的 所带来的一些的 就是这样的一个 怎么说呢 应众埋怨落在被审判 落在被管教 落在那个祝福 失去那个祝福的里边 比如说伊斯利人在旷言当中埋怨神 结果有火蛇出来这样 来咬他们 还有一些他们埋怨神 瘟疫在他们当中而发生 他们应路他们埋怨神 被神所极大的所责备 那埋怨弟兄姐妹 是我们生命当中有时候常常所发生的 但是呢 也是一个记号 从今天起 弟兄姐妹 当你落在埋怨的里边的时候 那个是一个危险的记号 那个是记号就是 你的爱心正在流失 当你落在埋怨的时候 你的爱心正在流失 你正在往你心里边 种很多的一些苦毒 你正在往你心里边 种很多的一些的 就是不满 你在往你心里面 种很多的一些的不幸 当你心里边都种满了这些种子的时候 长满了这些杂草的时候 你的心里边 怎么能接出圣灵 住在你心中 那个喜乐平安 温柔良善信实 节制的果子呢 圣灵住在你里面 不是不能让你接果子 而是多少时候 我们往我们心里面 种了很多的这种杂草 败子超过了麦子 把麦子给掩盖住了 所以我们没有收成 我是在农村长大 每年春天的时候 都要去拔草 为什么拔草 如果那个草不被拔的话 那个草一定是高过庄稼的 当那个草高过庄稼的时候 那个庄稼一定是这样 是被减产而没有收成的 弟兄姐妹 我们属灵上也是一样 所以保罗说 你们不要贪图虚名 不要彼此惹气 也不要这样 互相嫉妒 当我们贪图虚名的时候 弟兄姐妹 我们就可能落在 彼此的惹气的里面 就落在彼此的嫉妒 纷争的里面 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 特别的一个提醒 保罗也说 弟兄们 你们不要彼此埋怨 免得这样被审判 当你落在抱怨的里面 那个审判的意思是什么呢 有批评 责备 当你抱怨的时候 你一定被别人抱怨 当你去挑剔别人的时候 你一定被挑剔 为什么呢 这是黄金之律 耶稣说 你有什么良气 量别人 别人就用什么良气 这样 量你 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 一方面 让我们面对着 抱怨的时候 让我们知道 这是一个危险的记号 证明我们的爱心在流失 我们在往我们心里面 种一些杂草 第二个 仇敌呢 就是从内分化我们 那仇敌 往往 就是用的轨迹 如果你把它分类的话 大概有两种 一种就是外在的 环境 从外在给你来的一些压力 比如说你信主 你还没有信主的家人 朋友 同事 这个世界的潮流和文化 给你一些的压力 或者一些政治上的 给你一些的逼迫 还有一种呢 就是内在的 仇敌用内在的分化 那教会历史当中 外在的逼迫不能打垮教会 内在的分化 往往能够十一间 刚才的教会 在短时间之间呢 就会被打垮 这样的例子 太多太多了 所以呢 马丁路德说 他说魔鬼最会用的兵器 就是在教会里 在基督的团契里 在神儿女的家里边 掀起不合一 掀起不合一的话题 掀起不合一的事件 那这些话题和事件 往往在神的教会当中 在神的儿女当中 是屡屡的得胜 是仇敌最善用的一个 最好用的一个兵器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老族中的告诉我们说 家和万事兴 当教会不合一的时候 教会无论有多少人 无论事工做得有多大 你都会失去 属灵的权别和能力 仇敌最怕什么 最怕神的儿女 在基督里边 让基督居首位 在基督里边合一 亲爱的弟兄姐妹 一间教会 一个家庭 若想在基督里边 蒙恩 记得 第一 禁止抱怨 操练不说抱怨的话 第二个 就是提防仇敌 这样 从内部来分化 所以 主义书也说 盗贼来 无非是偷窃 杀害和毁坏 我来了 就要叫羊得生命 并且得得更丰盛 仇敌偷窃 杀害和毁坏 用什么样的方式 仇敌半夜 拿着枪 拿着刀 到你家去 不是 儿是怎样呢 儿是就借助这些 怎样呢 就是让你增进 让你不合一 让你恼弄 让你抱怨 让你的生命 落在亏损的里边 让你这样 先与神远利 再与人远利 当你落在这种 隔离的里边的时候 弟兄姐妹 那是一个什么呢 对我们基督徒来讲的吗 那是一个提醒 就像羊 不在牧人的看顾之下 不在羊群之中的时候 这个羊 常常会落在什么呢 盗贼和财狼的 口中 手下 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 教会为什么会出现 这种怨言 其实多少时候 看上去是一件事情 这个事情的背后 是仇敌的轨迹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又没有发现 同样一件事情 你在公司 应用某件事情 被别人所冷掠 你不会在心里面 藏太久 你会跟朋友在一起 同学在一起 或者别人不小心 你觉得被忽略了 被冷掠了 你不会藏太久 但是如果你在教会里边 你一旦觉得 你被冷掠 被忽略 不被重视 我告诉你 这个东西会在你的里边 会很久很久 而且会让你怎样呢 就是 即使是离开那个环境 下一次 同样在基督徒的团契当中 也会让你怎样呢 不能够进入 为什么呢 这就是仇敌的轨迹 求主来帮助我们 我们要奉耶稣那边去抵挡 就像圣经里面说 勿要抵挡魔鬼 魔鬼就离开你们 逃跑 在基督的里边 我们选择相信 真的觉得被冷掠 就像我刚才举的一个例子一样 我真的觉得 李懿今天不打理我 我一问一问 是不是李懿近视眼 没大眼睛 没看到我 也有可能 就像一个老牧师 做检证讲 其中有一个弟兄 有一个姐妹 就委托他的小组长 给那个老牧师讲 他说 我在教会受伤了 为什么受伤 因为老牧师 我来教会那么久了 老牧师从来没给我握过手 那个老牧师听到之后 他说 主啊 教会有三千人 聚会的时候 我什么时候 他能握完 那如果要受伤 我应该来受伤 这三千多人 有多少人来给我握手 你明白我意思吗 就是说 同样是一件小事情 但是呢 你在教会当中 发生的时候 你会心里面 莫名的让你不开心 那个莫名的不开心 有时候会让你自己觉得 我怎么会是这样呢 其实这就是 仇敌在里面的 激怒你 激化你 分裂你 其实不是为了 你 就是小心眼 也不是对方 故意 其实是仇敌在制造一个矛盾 在制造一个纷争 当你随着这种感觉 往前走的时候 弟兄姐妹 你就落在网络的里边 在教会的里边 在小租里边 在家庭的里边 这都是仇敌 屡屡使用 往往是屡屡得手的一个轨迹 求主来帮助我们 我们要彼此的提醒 第二个我们来看 当教会出现矛盾时 那同工该如何处理 使他变为一个见证 那希伯来人和希腊人 他们在讲不同的语言 在一起聚集的时候 因着寡妇 供给的事情上 换句话是在爱心上 他们觉得被冷略 就落在抱怨的里边 那这是一个负面的一件事情 但是这个负面的事情 能不能成为一个正面的事情 给教会 给个人 给基督的荣耀 带来一个翻转呢 能 亲爱的弟兄姐妹 一个健康的家庭 一个健康的婚姻 一个健康的团队 一个健康的教会 不是不遇到难处 不是不遇到一些不同 而是他能够在一些难处 和不同当中 能够去解决 使这个难处成为一个见证 使这个难处 能够成为一个祝福 使这个难处怎样呢 能够成为一个王前 不但自己被祝福 也成为别人的一个提醒 让基督得荣耀的一件事情 所以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 当他们面对着 这样的一个矛盾的时候 这个矛盾的根源 不是关乎真理 而是关乎什么 生命 生命的度量 对于使徒来讲的话 生命的度量要扩展 十二个使徒 服侍这些人 还不够 还需要更多的同工 这样加入 这个是 这些事情是扩张使徒的度量 那同时呢 这些事情也是对一些 同工们来讲的话 也是一个祝福 使这些人这样的 能够勇往的 勇敢的 接受服侍 在神家里边 来分担 服侍的责任 那同时呢 对弟兄姐妹来讲的话 那也是一个祝福 这些事情的出现 提醒说希伯来话的 和希腊话的 犹太的弟兄姐妹们 告诉他们 你们虽然是说不一样的话 但是你们是一家人 你们虽然说不一样的话 但是你们都是一位主 都在一个家里边 你们都当这样 彼此相爱 所以你看圣经当中 圣经当中说 十二个使徒 叫众门徒来 对他们说 我们偏下神的道 去管理范食 原是不合一的 所以弟兄们 当从你们中间 选出七位这样 有好名声 被圣灵充满 智慧充足 我们就派他们 管理这事 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 传道为事 大众都喜悦这话 亲爱的弟兄姐妹 前面是抱怨 到第五节说 众人都喜悦这话 当使徒们面对着 这种难处的时候 或者面对着 仇敌的这种分化的时候 使徒和众门徒一起 圣经当中是这样 告诉我们说 他们来同心的面对 同心很重要 那我们一讲到同心 我们第一个反应就会说 那同谁的心呢 同牧师的心呢 同长老的心呢 同弟兄姐妹的心呢 这也是教会当中 常常就是那个 就是翻译成政治的语言 就是说 教会要不要民主啊 其实这些都往往会把我们 带入到一个什么呢 带入到一个增进 分裂混乱的里面 同谁的心 同耶稣的心 众门徒和使徒们 一起来同心 那这个同心 不是听彼得的 不是听 而是他们一起在 神家里面 祷告寻求交通 这些事情我们该怎样面对 使这个负面的危机 转化为一个祝福的契机 使这个负面的我们的忽略 变成我们成长的一个契机 使这个抱怨 怨气 能够在基督里边 能够转化成福气 从这一种就是弄气 能够转化成一种 喜气 亲爱的弟兄姐妹 他们没有在这里商量 说这些人的生命怎么样 你怎么围着这些事情抱怨呢 你怎么不舍己呢 你怎么不包容呢 而是怎样呢 能够正面的 同心的 把这些事情 带到身体当中 一起交通 一起来 彼此的勉励 一起来去解决 使这个负面 被转化为正面 当提到 同耶稣的心的时候 保罗在写给菲利比教会的时候 他怎么说 他说在基督里 若有什么劝勉 爱心 有什么安慰 圣灵有什么交通 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 你们就要意念相同 爱心相同 有一样的心思 有一样的意念 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 亲爱的弟兄姐妹 交通 今天主日 播饼聚会以后 我们会主日学 就是一起来学 认识我们教会 第一课就是意象和使命 我们都要成为 耶稣基督荣耀的见证人 成为耶稣基督 道生肉生的见证人 这是我们的什么呢 目标 使命 第三节就说 凡事不可接挡 不可贪图 虚服的荣耀 只要纯心谦卑 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 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 也要顾别人的事 你们都当 以基督耶稣的心 为心 当我们 以基督耶稣的心 为心的时候 弟兄姐妹 那我们就成为 神手中何用的器皿 当你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 求主来帮助我们 来彼此的免命 我们先去想一想 这个问题出现 如果让你去解决 你先去想一想 耶稣会怎么做 若是耶稣在那里 耶稣会怎么做 耶稣会怎样 让他成为一个 荣耀的见证 求主来帮助我们 那 圣经当中也告诉我们说 保罗也提醒我们说 因为你们是互为肢体 生气不要犯罪 不可寒冻到日落 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 你们是肢体 指的是什么 你们是家人 你们是手足 你们是在一起的 生气不要犯罪 就是你们可能会有一些事情 会落在生气的里边 但是不要偏利 主的道 多到时候生气 并不是犯罪 但是当我们一旦 因着生气 偏利神的道的时候 就落在犯罪的里边了 今天这些事情 我很生气 但是 这个生气的结果是什么呢 有两种 一种呢 我开始第二步 口出埋怨 口出恶言 心怀苦毒 那这个就把我们带入到最终 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 他说 生气 却不要犯罪 就是不要偏利神的道 不可寒冻到日落 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 也就是说 在这些事情上 纵然我很生气 但不能够让魔鬼插足 不能让魔鬼有机可乘 不能让魔鬼在这个地方 怎样 有一席之地 否则的话 我们会这样 落在更大的欺骗的里边 弟兄姐妹 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生气 连耶稣都生气 但是耶稣生气 并不是我们要生气的理由 而是提醒我们 我们生气 但不要落在犯罪 不要落在偏利神的道德里边 也不要让魔鬼 借着我们的生气 这样介入 掺杂 以至于把这个生气的 这个那个影响力这样 扩大 所以不可寒冻到日落 其实也告诉我们说 要及时地解决 及时地处理 萧霞和李懿 刚结婚 我相信 随着他们蜜月 这个过了之后 慢慢地可能 每个人的生活方式 思维方式 原生家庭的方式 成长的方式 会有很多的不一样 当面临着这些不一样 面临着这些冲突的时候 怎么办 若是你让到过夜 那就会成为一个冷战 你若不过夜 就会成为婚姻的祝福 多少时候 婚姻 就是夫妻之间 落入到冷战里面 往往就是有很多的问题 没有及时地处理 就是让一些的弄气 让一些的矛盾 让一些的冲突 就过夜 一旦过夜 就很容易形成冷战 形成心灵当中 彼此的割合和伤害 这是我们在婚姻当中 包括在同工当中 一定要特别留意的 及时地处理 那保罗在菲律比书 也告诉我们说 因为你们励志行事 都是神在你们心里面 这样运行的 为要成就祂的美意 凡所行的 都不要发怨言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蒙昭信主 励志服侍主 那这个是神所喜悦的 圣经里面说 你的这一个励志 你的这个盼望 你的这个可慕的追求 都是神在你心里中 所运行的 目的是为了成就神的美意 彰显神的荣耀 你在这样的一个 前提之下 你所做的 所行的 千万千不要发怨言 当你发怨言的时候 你该有的祝福 你就漏掉了 我形容啊 那个 那个 那个抱怨就像什么呢 就像一个气球啊 我们都玩过那个吹气球 那个气球吹起来 这个这个气球 这个福分子这么大 但是你抱怨的 就像那个针一样 崩 砸一个洞 崩 再砸一个洞 也许你砸一个洞 两个洞 那个气球不见得 会抱 但是那里边的气 里边的 就是东西 这样就会慢慢地就漏掉 亲爱的弟兄姐妹 今天我的题目说是 让神的道 持续地兴旺 我们都经历过 神的道 在我们生命当中 兴旺 使我们成长 但是 持续 就不容易了 多少教会 多少家庭 多少神的儿女 就是落在 不能够让神的道 让神的话 让神的工作 持续下去 求助来帮助我们 第二个 就是兴起同工 各尽其职 建立基督的身体 这个是生命的见证 那圣经当中告诉我们 他们选出七位同工 管理这事 在群体中有好民生 被圣灵充满 智慧充足 那这些都是什么呢 这些都是 生命的见证 你会看见 这些人没有说 哇 那个 他们是 一定要具备 什么样的文凭 一定要具备 什么样的技巧 不是 而是什么呢 他们的生命 摆在前面 以前的时候 我们在 学习的时候 其中有一个 老师 就教我们 关乎团队方面的 就是训练 他就讲 他说 一个健康的工人 一个健康的 神的儿女 一定是 就是把基督摆在前面 第一是基督 第二个是品格 第二个是群体 第三个是品格 第四个才是你的什么 呼召 第五个才是你的才干 不是说不需要才干 需要 像张经在那边 弹琴 这个是才干 但是呢 你让我去弹 我就弹不了 没有那个才干 才干重不重要 重要 但是基督群体 就是品格 呼召 才是才干 就出来帮助我们 这个是叫做什么呢 这个是一个优先次序 当生命在那个地方的时候 弟兄姐妹 那带来的那个影响力 它就像一个什么呢 就是一个 就像一个 溪流一样 一个泉一样 它是持续的 当只有才干 没有生命的时候 这就是我们今天 常常 这个社会上 所说的人事 最近如果你是关注 中国大陆的这些 所谓的演艺界的明星 最近一段时间 上说 这个人事他了 那个人事他了 红得半半天 夜之间 成为阶下囚 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 这些人有没有才干 有 有没有很好的 那个音乐素养啊 表演 有 但是呢 没有品格 就是才干 摆在品格的前面 那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就像房子建 在沙土地上一样 所以今天 我们养育我们的孩子 我们给他好的教育 学习很好的知识 读很好的大学 这些都是好的 若是没有品格 耶稣基督的生命 作为他们的 就是人生的基础 那个才干 会让他们 能够持续走多远 能够走多久 能够给他的婚姻 家庭 生命 包括 他的人际关系 带来什么样的祝福 求主来帮助我们 那这是 就是兴起同工 在基督里面 这样各尽其指的 来服侍主 就如都 依佛所书里面 所告诉我们的一样 他说 就是 他说刺的有石头 有先知 有穿福音的 有教师 有牧师 为要成全圣徒 各尽其时 建立基督的身体 那神把我们 众人摆在一起 你会发现 我们都不一样 你看 你现在听到的是 屏幕前的弟兄姐妹 你现在看到的是 我在屏幕面前 为主来做见证 但是 你看不见的呢 还有后面 两位弟兄在那里 来控制音响 PPT和摄影 那这个就是什么呢 这个就是身体 有一些事工 是能够看得见的 有一些事工 是看不见的 求主来帮助我们 但无论怎么样 神拣选这些 七个执事 和工人起来 就是神家的 一个见证和祝福 但同时 在这七个人当中 那我想很快地 从圣经和教会当中 对这七个人的评价 比如说 大有信心的斯蒂凡 斯蒂凡的名字 就是冠冕 信心就比得了冠冕和赏赐 还有什么呢 传福音的菲利 菲利的名字 就是爱马 就是爱那个马 马皮 就是比较快 成为传福音的人 还有呢 敬拜者 就是 波罗格罗 他的名字是什么呢 就是敬拜者的意思 他很会鼓励人 很会带领人敬拜神 还有得胜者 尼加罗 他的名字就是 就是得胜者 谈到得胜者的时候 如果你看那个 启示录的时候 神写信给 那个让使徒写信 给非拉提非教会的时候 就告诉他们说 他说得胜的 我叫他在我的店里面 做柱子 指的是谁 指的就是 这些神家里边的一些的工人 神家里边的这些知识 神家里边这些同工 要在神家里边这样 做柱子 成为祝福 那还有呢 受人尊敬的提门 提门的意思就是 可敬 就是可见 他是在众人当中 是有生命见证的人 还有呢 就是有侍奉恒心的 巴米娜 他的名字的意思就是 他有坚定的信心 和恒心 坚定的信心和恒心 这也是一个怎样 生命的见证 就是面对了各样的侍奉的时候 这个人呢 不是随波逐流的 那最后的这一个 近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格拉 尼格拉的名字 圣经的那个 就是希腊文的意思就是 人民至上 人民胜利 这个人 圣经的学者讲 就是启示录里边 所提到的 叫做尼格拉一党的人 他推崇的 不是让基督得荣耀 而是让人民胜利 人民居首位 这是一个政治的人物 最后的时候 他给七个教会当中的 好像是伊佛索教会 还是哪个教会 带来极大的难处 所以老约翰说 就是写信给教会的时候说 他恨恶 就是讨厌拒绝 就是尼格拉一党的人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会发现 就是今天 一方面 我们被神所拣选 我们要感恩 第二方面 我们在侍奉人当中 我们要警醒 免得我们落在 亏损的里面 亲爱的弟兄姐妹 讲到这些的时候 我想 稍微地提一下 从上一次大选到现在 美国经历了大大小小的大选 有很多 如果你有幸在某一些的 就是朋友圈 微信群 这个群 那个群里面的时候 你会不断地收到 这样和那样的信息 国内的 国外的 美国的 等等的 这个党的 那个党的 这个人的 那个人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想问你一件事情 当你热心地为这件事情 去关注 发表 等等等等的时候 我想问你 对你的生命 有没有带来影响 有没有带来正面的祝福 对你和家人之间的关系 有没有带来正面的祝福 有没有带来正面的影响 对你在教会当中侍奉 在教会当中 基督因着你这样 有没有得到荣耀 若是没有的话 弟兄姐妹 我们是不是要想一想 那我爸 很多的精力 时间 甚至之间呢 不惜与这个人为敌 不惜与那个人 不能够来往 不惜与这个人 怎样呢 就是多年的好朋友 一刀两断 你觉得值吗 如果是不值的话 那我们是不是 要稍微地反省一下 我们不是不关心 不是不该去表达 是不是要用 另外的一种方式 能够造就人 又能够表达自己的立场 又能够让基督得荣耀呢 求助来帮助我们 有时候我们热心 要按照真知识 有时候我们热心 要按照 就是神的话 不然的话 我们的热心 会给家人 会给身边的人 会给教会 会给小族 会给 就是带来很大的困难 耶路撒冷的教会 在使徒学书第六章的时候 这个问题 他们遇到的难处 不是关乎真理 而是关乎生命 求助来帮助我们 其实在教会当中 往往遇到的难处 很多 我从2000年开始 事奉到现在 有20多年 我也看过一些 教会的分争分裂 甚至六七百人的教会 短时间内 就分成两个教会 每一间教会 都不超过一百人 但是这些分裂 你稍微地去深入 了解一下 往往都是什么呢 生命的问题 都是贪图一些 虚荣 虚浮的荣耀 注重自己的感觉 而导致的 没有一个 关乎真理的 至少我遇见的 如果真的是 这是关乎真理的 那就不需要给他吵 你需要给那个 摩门教去吵吗 你需要和那个 夜花间人去吵吗 你需要和那个 东方闪天去吵吗 不需要 对不对 因为它和你没关系 这是关乎真理的 求助来帮助我们 不关乎真理的 就关乎生命的 第三个 将出现的怨气 在基督里边 转化为福气 彼得说 在彼得签书 第三章第八节 彼得说 总而言之 你们都要同心 鼻子体恤 向爱如弟兄 存怜悯的心 存怜悯谦卑的心 不要依恶报恶 不要依辱骂 还辱骂 倒要祝福 因为你们彼此蒙招 为要叫你们这样 承受福气 弟兄姐妹 我们的蒙招 目的是 神要让我们承受福气 我们服侍的目的 就是什么 祝福 当我们不祝福的时候 我们多到时候 怎样 就不能够 就是承受福气 我们不能够体恤的时候 那我们就会充满了抱怨 所谓的体恤是什么呢 就是 同理 共鸣 能够换位去思想 就像我们弟兄一样 怎么也不能够体会 这个十月怀胎 生产之苦 那我们往往说 这个生孩子有那么难吗 养孩子有那么难吗 就是当我们去体会的时候 换位思考的时候 就会带来什么呢 不一样的祝福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要存怜悯 和谦卑的心 那什么是怜悯 就是我们的心肠不刚硬 温柔 温柔 什么叫温柔 就是温柔是愿意被神所调整 愿意被神所扭转 这个叫做温柔 谦卑就是什么呢 就是看自己小一点 弟兄姐妹 如果我们能看自己小一点 我们就会少很多的增金 我们就会少很多的增金 求主来帮助我们 所以当彼得 使徒们和门徒们 面临着这样的一个危机的时候 他们在基督里边 因着同心 因着有怜悯 因着有爱 因着愿意在基督里边成长 他们把这个危机 转化为契机 他们把这个怨气 转化为福气 他们把这样一个破口 不但是堵上 而且怎样 也成为了众人的祝福 也成为我们今天的祝福 那这是 就是当遇到难处的时候 同工们需要这样 在基督里边 同心合一地去面对 及时地去处理 在爱里边 把这样的一个 就是负面地 扭转为正面的 不让仇敌有地步 最后一个 就是顺服圣灵 让神的道 持续的兴旺 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 十二个使徒 叫了众梅诺来 对他们说 我们偏下神的道 去观灵犯事 远是不合一的 但我们要怎样 专心以祈祷 传道为事 神的道就兴旺起来 门头就扎天 并且这样 连祭司也信了他们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就是说 他们把重要的 摆在前面 而把什么呢 就是一些的 优先次序摆好 而且同工的配搭摆好 那这个就是一个什么呢 健康的教会 健康的教会 不是不遇到难处 而是这样呢 它是一个成长的 求出来帮助我们 今天我们养孩子 你在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 你是注重孩子的成长呢 你还是注重孩子的健康 你今天看孩子 一米 你会不会很难过 今天在一米 明天看 怎么不长到一米一呢 你不会这样的 你会看到什么呢 你会看到 今天孩子有没有感冒 有没有发烧 有感冒有发烧 你去帮他解决 让孩子健康 成长是自然的 教会要健康 成长自然的 婚姻要健康 那幸福是自然的 如果不健康 亲爱的弟兄姐妹 那可能就会落在 难处的里面 所以呢 最后一处经文 使得去那第一章第八节 他说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必得了能力 必要在耶路撒冷 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 直到地级这样 做我的见证 亲爱的弟兄姐妹 那神的心意就是 让他的道 能够持续的兴旺 不只是停留在耶路撒冷 而是要从耶路撒冷 扩展出去 到撒玛利亚 到犹太全地 到地级 今天我们聚集在这里 弟兄姐妹 也不只是 为了你蒙福 我蒙福 若只是我们聚集 只是单纯的 你蒙福 我蒙福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就失去了 该有的祝福 失去了那个大使命 所给我们带来的恩典 今天我们的聚集 不但我们要蒙福 我们要把这个祝福这样 带给我们身边的人 不但我们也在这里蒙福 我们要把这个荣耀的福音 带出三骨子外 我们要成为一个有使命 成为一个撒种 成为一个能够在大使命当中 与圣灵同行的一个人 一见教会 求主来帮助我们 求主也来兴起我们 我们不但经历神的道兴旺 我们要神的道 在我们个人的生命当中 侍奉当中 婚姻当中 家庭当中 教会当中 能够持续的兴旺 Amen 所以呢 这是我们的盼望 这也是我们 在基督里边的彼此的勉励 好不好 我们一起来祷告 谢谢大家